谈谈勾弯法 勾弯法是绵章拳重要的进手法 这些手法都是顺着对手劲路走的手法 不顶不亢 属于柔的范畴 张恒秋说 勾细晚细柔弄刚 有细弄的意思 先说勾 敌拳打来 我要是退步阁架 必然不能紧身 我阁架就会阻挡他的进手 他第一手找到了支点 必然打来第二手 勾是一个好办法 顺劲一勾 第一 立点走空了 他的第一手还在往前走 第二手出不来 他有一种落进大海的感觉 第二 通过这一勾 我的手 跑到了他的手前边 他的手跑到了我的手后边 我已经突破了他的防线 如入无人之境了 第三 在勾的同时 我通过巧妙的步法 已经入身 这样就使打击 变得无可救药 勾的规律是 我的手在外门 就像里门勾 我的手在里门 就像外门勾 下面看两个勾的打法 说一下这个 这方打来 你看我这一勾 一勾这一圈就上脸 上脸了 这就上 打到肚子了 蹭了就倒 勾法还包括签 对方打来 你看 牵 这一牵 你看我的手 已经跑到他手前面去了 打他是必然的 你看这一牵 这圈上来了 这圈上来了 这圈一牵 你看这圈上来了 正在会牵 但是牵的时候 越打越高 打打打 打他耳朵 他要抵抗 他要后退 他也有他的招 所以要 步子要跟着他走 他不管你怎么走 再说 碗 碗就是拉扯 拉拽 他打来的时候 顺着心 向后拽他 或者向横斜的方向 拽他 问题是 不要手向后拉 身也向后 步也向后 而是手向后拽 身向前进 记住 碗是一种近身的手段 再看几个碗的近身大法 张恒秋说 近身横拓 不虚忙 横拓是怎么回事 你看 前后脚的连线 这是他的竖劲线 沿着这条线 他有很强的支撑力 于这条线 像垂直的 是他的横劲线 沿着这条线 他的支撑力很差 横拓 就是沿着横劲线 使用挽法 比如 挽住他的右臂 突然向他身后横拓 他就 仰跌 向前横拓 下面伴住脚 他就向前栽 在心上 石建一先生 几个巧妙的运用 碗的跌法 他就向前栽